跟葡萄的产地有关系 还有它的收成量也有关系 还有它的运输也有关系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讲葡萄酒天地人的结合 所以那个地方的天气 天气适不适合种植 土壤适不适合种植 再来就是人的观点 就是这个人的脑子 他想要做出非常非常昂贵的酒 就是可以放 可以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所以他可能用橡木桶 或者是时间 这些都是成本 都是一些就是无形的费用这样 所以这个是他价差最大的地方